唉 唉 走得很好聽 想要出外面走走 這身腳 沒錢以來 我們沒辦法走 這樣這樣 做人是很悲哀 想要出外走 還不能出外 還想去旁邊 想去旁邊 還沒人在那邊走三天 長期臥床的長輩 也是期待走出門 受陽光的 協助他們上下床就是關鍵 大家好 我是莫妮老師 今天我們要來學習的是 照顧服務員檢定中 協助上下床 以及坐入輪椅 這項的考試重點是 輪椅的正確使用方式 以及如何安全的 協助按住上下床 黃先生 黃先生 你好 我是你的照顧服務員 今天天氣很好 我想推你出去外面曬曬太陽 那你先等一下我去準備用具 打開輪椅 總共有五個步驟 總共有五個步驟要做檢查 第一個是要做試推 確定沒有問題 第二 煞車 兩邊的煞車要把它煞住 再來檢查第三個是胎壓 兩側的胎壓都應該確定是有胎壓的 第四個步驟 我們自己要來試做看看 看看這個坐墊是不是平穩的 好 做得很好之後 我們來檢查腳踏板 這腳踏板是不是安全的 確定的功能都很好的時候 我們就會提供我們外出的鞋子 跟外出的衣服 接著我們就到我們服務對象的床邊 通常我們會在它的見側邊的床尾 確定好位置之後 也把我們的物品放到適當 等一下要使用的位置之後 我們必須去洗手 洗完手後 王先生 我已經東西都準備好了 我現在要準備把你抱下床 我要把棉被往旁邊翻 好 王先生我把你移到床邊 好 那我要把你手指扣在一起 通常都會請我們的照顧對象 好手握著他的受傷的手 好 手要握緊 當我們把長輩移到做起來的姿勢的時候 這個要非常小心 避免撞到跟跌倒 好 王先生我們先做好了 好 那我看一下你臉色紅潤 脈搏平順 不須很規律喔 那我要準備把你移到輪椅上去了 環抱住我的頭 這個時候的照服員要非常小心 有可能我們的長輩會手會鬆開 然後會掉落再跌倒 那所以呢要很注意喔 在抱起來的時候呢 要注意腳不可以撞到地板上 要非常小心的 在過程裡面 腳也不可以撞到輪椅 好 現在你臉色紅潤 脈搏規律 呼吸平順 確定位置之後呢 要把這個輪椅的踏板 把它放下來 來 爺爺我來幫你穿衣服喔 穿外套喔 穿衣服的時候呢 我們會先從受傷的邊先穿 就是左側先穿 穿完了左側之後呢 才會穿右側 穿肩側 穿妥衣服之後呢 要先把後面的 背後的衣服也要拉平整 那我們會扣上它的拉鍊 或是它的扣子 讓我們的模型呢 能夠穿妥這個保暖的衣物 當衣服平整之後呢 我們會在模型的這個上面 放了一顆枕頭 以此來固定這個模型的穩定度 確定好位置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給這個外出的這個模型呢 穿上鞋襪 好爺爺 我們鞋襪都穿好了 我們要出去曬太陽囉 好 鬆開煞車 好爺爺 你看今天太陽出來了 花也開了 樹上小鳥在叫 還有蝴蝶飛來飛去 小朋友在沙坑上玩喔 好爺爺 今天累了嗎 累了喔 我們回去休息囉 等一下把你抱上床 通常回來床位的時候也是一樣 踩的是輪椅跟床尾是 45度或是平行的角度放好 來爺爺 我先幫你把外套脫下來 在脫衣服的時候 我們會先從劍側先脫 就是活動自如的手先脫 那受傷的這一邊的手呢 會比較晚再脫 好爺爺 我們要準備上床 我們把兩手交叉扣在一起 各位同學請小心注意喔 我們在這裡這個模型呢 這手指頭呢 是很脆弱的 不可以用拉的喔 等一下把它拉斷了 用指壓的方式 讓它的食指可以緊扣 好 那食指緊扣的動作要確實 不然等一下它在抱 然後移動它的時候會掉下來 收腳踏板 這個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動作 要把假泡欄收起來才可以移動 好爺爺 我們要上床囉 這個時候的照顧服務員要非常小心 避免把我們的模型掉落在地上 腳也不可以撞到地板上 一手在上 一手在下 往後退 退了兩步之後呢 轉身到床邊 確定好安全位置之後放上模型 好爺爺 我們已經坐到床上了 看你臉色紅潤 呼吸也很平順喔 涼涼看你的脈搏 脈搏也很規律喔 好 那我們要躺在床上了喔 然後會脫掉的斜襪 好爺爺 我們已經躺在床上了 我把你的臉背蓋好 我去把東西放好 洗洗手再來陪你 考生要把用過的物品到我們的備物區去整理 整理完成之後再去洗手 在這裡老師要提醒大家 協助案主上下床動作務必要確實 以及預防不勝跌倒 或是用力過猛 讓自己受傷了